这时 景侍卫匆匆骑马赶了过来 见到正抱着白家女儿的太子 赶忙翻身下马 急不跪倒一片 见过太子殿下 东华那张俊美的脸颊带着几分淡然冷漠 调查清楚 春略结束来见我 明明是极为平淡的话 科技人不知为何有些胆战心惊 身体抖得像是筛糠一样 赶忙应声 东华看向已经死去的老虎 瞇了瞇眸子 眼中划过一抹寒意 将偷偷瞄他的韩晓晓兜震了一下 东华将凤九安置在自己马上 然后悄悄用法术将他足怀的伤口止了血 拉着手中的缰绳便带着凤九离开了 小精卫急忙要跟上去 却被沐风蝶一把拽住 语重心长地叹了口气道 你往前凑什么热呢 让殿下与帝君好好相聚 小精卫恍然大悟 沐风蝶语气带着一阵惆怅 帝君 我将殿下送给你了 记得好好带回来 东华带着凤九离开人群之后 凤九九九都没缓过神 太子 你 你是太子 东华嘴角微微上扬 将来之前便准备好的灵嘴百合高地给他 漫不清新地道 讨了这么久是不是饿了 先垫一垫 凤九接了过来 亚然道 真是奇了怪了 你怎知道我饿了 东华眼中不由自主地带了一点柔软笑意 他自然是知道 小白现在先身再生 所需要的能量很大 如今小白现在刚刚十四岁 照理来说 现在身体发育还不算完全 还需要再养一养 最好就是让他在自己身边 这样折眼之前准备的助养先利之药 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给小白服用了 虽说之前他一直给目风蝶 但是如能经常地再泡一泡胜泉水 那更有助于小白滋养先身 只是碧海苍灵的胜泉意识 因他的先利而循环灵力 度能离他太久 否则效果不佳 东华领着凤九来到清清溪流之处 一道小乔兰在两岸 一颗长得极为茂盛的桃树生长在岸边 景致甚好 马停了下来 东华伸手将凤九抱了下来 凤九心中本想自己下来走 却无奈对方的手臂极为坚硬 紧紧地抱着一丝一毫都不给他空隙 真是看不出来 看起来这般文弱的俊美青年 竟然这么有力气 东华抱着他走过小桥 将他放到草坪上 捡了几根柴木 还不带凤九看仔细 便燃起一堆火 东华顺手将几个地瓜摆了上去 不见一会儿便飘出了悠悠的香气 凤九凑了过去 问道 原以为太子殿下这样的人物 不禁刨除之势的 未料到竟然还会烤地瓜 东华微不可查地扬了扬眉 拿起一个小一点的 顺手捏了捏 掰开两半 顺便吹了吹 递给正眼巴巴看着地瓜的凤九 凤九欣喜地接了过来 急忙咬上一口 味道着实美味 哎 好奇怪 不是刚讨好的吗 怎的不怎么烫 地瓜子凉不可能会烫了 帝君早就过手将地瓜去了烫气 直到坐了一会儿 凤九也吃得心满意足 还是在这里好 不像在家里 爹娘总是担忧自己吃太多了会长胖 所以自己总是会恶行 好在小蝶总给他准备吃食 今日着实失误 竟忘记拿吃的了 揉揉小赌度 凤九一抬头 便看东华正煮着脸看着自己 一头银色的长发滑散开来 不知不觉他竟淹了口口水 尤其他那微微淡色的唇看上去格外好看 不对 自己怎么能这样盯着人家看呢 他赶忙收回目光 假装岔开话提到 那个 今日多些你 不光救了我 还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东华慢悠悠地道 那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凤九听见此话 有些萌萌了 心里头寻思了半天 着实犯难 好似自己也没什么拿出手的 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那你喜欢什么 凤九提心吊胆地等着他的反应 便感到一只凉亲情的手扶上自己头顶 东华开口道 欠我一次 带我想到了再同你对 东华看着凤九依旧愣愣地表情 看他 有问题吗 凤九一张雪白的脸微微的泛红 摇了摇头 那 带你想到再同我对 其实他忽然想起什么 刚当他一直没有开口问的话 张了张口 道 的 你是太子 东华静静地看着凤九 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凤九道 我是备选太子妃 东华直接打断他 不是备选 凤九惊讶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便被他眼眸里一派 汹涌翻腾的黑色困住 轻轻被他搂在怀中 耳边传来他暗哑的声音 小白 你是我唯一的妻子 此时 东华的语气轻缓柔软 不同以往清冷的嗓音 带着些许郑重 凤九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东华便抬起他的下颌 微微凉的唇 正正印在他唇上 手轻轻地抚在他脖梗之后 淡淡的白弹像 缭绕在他的唇半 听到他表的这个白 再看着他放大的俊美的脸 凤九脑子里轰的一声炸开 此时他连他又长又浓密的睫毛 都看得格外清楚 他的神色极为正重 仿佛自己是他捧在 手心中的至宝一般 感觉身体深处 像有些东西突然涌上来了 却无形无影 抓也抓不住 他小时候也敬过娘亲与阿爹亲情 但阿爹也有姨娘是妾 也想过若是自己嫁入宫中 也断不可能会遇到 与自己一心一意相守的人 而眼前 这个让自己心动的俊美青年 他用了唯一之的词 唯一 多么美好 若能在一生之中遇到这样的一个他 是多么合心意 想到这里 凤九突然得了极大遗物 因他喜欢他 从见到他的第一面起就喜欢上了他 所以 此前他从未想过推举他 因为他认定他了 远离宫中也是想要与他在一起 但此刻 他不会再远离了 因为他想要他 想与他在一起 即便日后会嫁入宫中 但只要是他说的 他就信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也不管日后会遇到什么 此时 他不想推开他 凤九微微闭上眼睛 手臂慢慢圈住他的脖子 这些动作他做得毫无意识 但 却觉着理所当然 他觉着很欢喜 是了 即便在无数的轮回中 凤九早已将眼前的这个人深深地刻在了灵魂深处 无论是万千世界中任何一介 每一次他都只会选择他 因为爱他早已成了他的本能 此刻 时光像是静止一般 桃花如醉 淡淡的白痰香气 唇边清甜而悠长 原地上的小草都透着几丝缠绵 铜炉里的熏香鸟鸟生气 在半空中四散开来 窗外的月亮明亮又温柔 圆满的不像是真实 此时 凤九望着镜中的自己 得间的凤与花如火如荼 纯微微有些红肿 脸色的红润显得极为俏丽 今日他和东华明了心意 既然知道他就是自己喜欢的人 那自己就不会后退了 即便王公 他也要闯一闯 在猎场上 他骑着东华的马回来之时 黄论王军等人 饶使他阿爹阿娘都惊诧万分 直到回到家中 他便坦荡荡告知了 爹娘伪食不晓得 他和东华还有着这番境遇 但即便如此 二老也不能放下心来 他们愁眉苦脸地有些感叹 说到东华的病情很重 恐命不久已 嫁给这样一个人 还谈什么以后 再者说一入宫中深四海 宫中之人各个善弄全数 家族之间拉拢人脉 白家本就是书香世家 若他嫁入宫中 家里又怎能帮衬得上他 自己性子如何在宫中存活 这些他都晓得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要去 从做出这个决定 他便下定了决心 他真心喜欢东华 虽然说嫁给一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世的男人 需要很大的勇气 但他既然选择了 便不会后悔 想到这里 凤九拿出一个白色的玉瓶 握在手里慢慢收紧 善解人意的慕风蝶 得知凤九殿下决意进攻 兴奋的一夜都无法淡定 第二日 王公派来使者 揭白凤九进攻 凤九坐在马车里 静静地看了眼 站在门口相送的爹娘 抿了抿唇 马车渐渐往前离远 慕风蝶看着此时的凤九殿下 极其安静 担忧会不会心中有所忧虑 王弟过去一杯茶 宽慰道 小姐 待您日后还是可以回来的 虽说您入宫做太子的试读 不过待您的急急之日 大人和夫人还是会入宫来看 您或是王军准许您回家也说不定 凤九静静地接过茶杯 垂目看着倒映在水中的自己 并未滋生 感情着实是一个很玄的东西 东华的话言由在耳 此时的凤九心中并无他想 唯一担忧的便是令两家女子 亦是王军指定的太子妃被选 他喜欢东华 但他的喜欢很骄傲 并不愿与其他女人去纠葛一个男人 这样的女人很没出息 虽然这小如果能做到该有多难 但他相信东华 然 他并不清楚 东华本就不会让这些去烦扰他 或许不过几日 王军便可以到下一世了 天 若这两家不安分 那东华自然也会让他们知道何为利了 毕竟帝君的手段一向简单粗暴惯了